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一起在学习法剧经故事集 佛陀是一位历史的真实人物 也就是在2500年前 佛陀释迦牟尼佛 是在印度的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 所以在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所记录的 也就是当时佛陀对他的弟子们的教导 所记录下来的一点一滴 也都是佛陀针对不同的弟子 所教导的内容 当然因为有故事 所以就让我们也更觉得亲切 那当然也不是只是理论性的说教 而是针对弟子的真正的问题 那佛陀提出来 那佛陀提出来怎么样子能够从错误的行为 不对的观念 能够培养正确的方法 而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导向正确的方向 那更重要的也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真理 也就是能够了解一切世间也都是无常变化 可是我们是可以自己做主 可以有一个心中的把柄 来让我们可以得到安定 能够真正的有用处的 所以在法剧经故事集 让我们觉得在很浅显的故事里面 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佛陀无上的说法的道理 那我们这个单元要继续 第十八品购会品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介绍了这一品 第一个故事前面的法语 也就是让我们要能够了解 我们的生命都是会结束的 所以我们要能够为自己趁早准备修行 也就是为自己能够建造一个安全的岛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佛法一个核心的 自己的一种修行的一种依据 也就是能够去除我们的贪生之烦恼 而不让我们再寻找旧有的习惯而生死轮回 所以在第一品里面的故事 就是针对这样的法语 所以佛陀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所说的教话 那这个故事的题目就是屠夫和儿子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是有一位主角是屠夫 还有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一个故事性的一个开启 也就是这个屠夫的事迹 那真正的佛陀要教导的对象呢 是这位屠夫的儿子 可是在故事里面呢 因为这个儿子呢 他又有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代 那我们先看 那我们先看故事的题目的 这位屠夫的事迹啊 最主要的 因为呢 他是一位屠夫 也就是杀猪或者是杀牛 杀这些动物的 就是以杀业为生的 在佛教说来呢 这个呢就是不正业 也就是说 他依赖为生的工作呢 是有伤害动物的 有伤害生命物命的 那这位屠夫呢 他是在社会城 从事屠宰的工作啊 已经很多年 那他自己就是杀这些动物为生啊 他自己呢 很喜欢吃牛肉 那我们听了会觉得 一个喜欢吃牛肉的人 可能他自己呢 就是想着牛肉的味道啊 那就会很喜欢 就整天都会想着吃牛肉 可是如果我们了解 佛教吃素的原因呢 主要就是不要伤害生命 我们吃生命的 有生命的这个肉 我们就会感到 他因为要让我们吃这个肉的时候呢 他就要失去他的生命 所以当他失去生命的时候 他的痛苦 所以我们会不忍 而不吃众生的肉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的主角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的主角 这位屠夫呢 他因为很喜欢吃牛肉啊 所以他坚持呢 每一顿饭啊 都要有他很喜欢吃的这个咖喱牛肉饭 那因为是印度嘛 所以也是习惯吃咖喱啊 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喜好呢 他就是有一天呢 他也是先准备了他要吃的 而且是给一家人全部吃的这个牛肉啊 他就准备了 可是因为他要到河边去沐浴 所以呢 他就把这盆肉呢 就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 他要去沐浴 那结果呢 当他离开家里要去沐浴之后呢 那他的朋友啊 就劝他的妻子 就是这位屠夫的妻子啊 应该把这个牛肉就把它卖掉 所以呢 当时他的妻子呢 就把他准备好的这个牛肉啊 他就卖掉了 所以当他沐浴回来呢 他就没有这个牛肉吃了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他就想到说 哦 他的后院里面啊 还有剩下这个公牛的这个舌头 也就是牛舌头了 那他呢 就赶快去把它找回来 然后呢 他就煮了 也就准备要吃啊 可是当他要吃的时候呢 他就咬了一口这个牛舌头 这个我们说起来 当然是一个故事的这个情节啦 所以当时这个屠夫呢 他咬了这一口牛舌头之后呢 他却也咬断了他自己的舌头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他的这个舌头也断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血呢 就流了很多啊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痛苦 然后又非常的愤怒啊 结果呢 他就因为这样子呢 就死了 那就好像 他的这个下场呢 就跟他杀的这个牛一样的 这样子的处于困境啊 所以呢 他当时呢 他死了以后 他就往生到一个很悲惨的世界啊 那他的妻子呢 就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非常的害怕 然后呢 他就劝他的儿子啊 就赶快离开社会城 就是到这个印度的啊 其他的比较偏远的 遥远的地方去啊 因为 这个屠夫的妻子呢 就怕说 这个屠夫的 这样子的厄运啊 可能会变成诅咒 然后呢 也会连累他们的儿子啊 所以 他就劝他的儿子呢 就到 其他的地方去 免得遭到这样子的厄运啊 所以呢 他的儿子呢 就到了这个 北印度的坦萨西罗 去当金将 他就没有再当屠夫了 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啊 就在坦萨西罗 那个地方呢 他也娶了他的老板的女儿 结婚 然后也养育了几个儿子 那等他的儿子啊 生了这些小孩 然后也长大了以后呢 那这位儿子呢 他就想要回到他的家乡 所以呢 他就回到的社会城 所以 我们现在是 等于是 故事是从 屠夫开始 然后呢 又发生了他的儿子 避免有这样子的厄运啊 所以呢 就离开家乡 然后又回到社会城 那 这个儿子呢 他的孩子都大了啊 那也跟着他们的父亲 就是这个屠夫的儿子啊 就回到了这个社会城以后呢 这个第三代的这一些小孩啊 他们也大了 那他们呢 却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也就是他们都信仰佛教啊 那也都非常的用功 然后听闻佛陀说法 所以呢 他们就观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 他们也很担心说 他们的父亲啊 因为一生里面 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善行 所以他们呢 就有一天就特别邀请佛陀 还有众多的比丘 就到他们家里去应供 那供养之后呢 这些儿子们啊 就是第三代的这些小孩啊 他们就告诉佛陀说 尊者 我们是以父亲的名义 供养佛陀和比丘们的 请您慈悲的向他说法 使他了解佛法 所以 屠夫的儿子是很有福气的啦 因为他的孩子们都有信佛 然后呢 也为他呢 来做功德 所以我们也会有 现实上面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有的父亲母亲没有信佛 可是孩子们信佛啊 那他们的孝心 也希望说 父母也能够学佛啊 所以呢 都会想尽办法 让父母亲也能够得文佛法嘛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呢 这故事里面的第三代的这些小孩啊 他们也是这样子 利用机会啊 就供养佛陀 然后 请佛陀向他的父亲 开示 所以佛陀呢 就向他们的父亲 就开始说 你渐渐老了 你的身体像枯萎的叶子 现在你必须 去为未来的生命做准备 所以佛陀呢 当时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 故事的这个 真正的说法的对象啊 就是屠夫的儿子 然后呢 是佛陀弟子们的父亲啊 就是这个第二代的 那因为他的孩子也大了啊 所以他的年纪也应该算是可以有退休啊 那佛陀呢 就要他能够观察生命的 这样子的过程啊 应该是有感受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呢 他就会相信说 真的身体是会坏的 人是会老的 所以佛陀针对他的这样的情况啊 就开示他 你渐渐老了 就好像是 一片枯萎的叶子啊 所以一片枯萎的叶子呢 他就是会从树上 就是 飘落下来 就等于是 一个人啊 就是到生命的最后呢 就死亡了 就像叶子这样子飘落 凋零了 所以佛陀就 教导他呢 说你现在啊 就必须要为未来的生命做准备 那这个也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生命啊 是连续的 除非呢 我们是已经证悟了 那能够断出一切的烦恼啊 那没有所有的后友 就不会再来投胎了 不然的话呢 不然的话呢 我们有过去的业未了 那就会再投胎 受生 就是会有下一次的生命啊 所以佛陀要他 为未来的生命做准备 也就是我们还有下一次啊 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有好的开始 也有好的资粮 那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 那佛陀就叫到他说 你要建立奉献和修行的生命方式 那奉献也就是说 我们要为别人服务 所以他的儿子们也是观察他的父亲啊 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善行 所以善也就是能够有利益别人 那佛陀教导他说要建立奉献 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 而是我们做的事情 还有能够为别人的利益着想 为别人造福 所以这样子呢 也就是我们说能够布施 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能够能力 我们的体力 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事 帮助别人 还有修行 那修行呢 也就要能够关照自己的 我们的身心呢 那当一个人会老会死啊 那我们修行呢 当然也要有好的身体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借这个身体啊 要来修炼我们的心 那用我们的心呢 还更能够安定中去观察 事物一切的真相啊 那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佛陀教导的说 要能够建立奉献和修行的生命方式 做个有智慧的人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云云众生啊 我们好像没有去观察生命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啊 我们可能在世间有很多的忙碌的事情要做啊 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观念 是我们做的事情都没有危害别人 然后更能够积极的 是有帮助别人的 那这样子我们虽然做的有违法 可是还是在做善行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有做这一些的工作很忙碌啊 可是我们的心还是能够自己反观 能够安定自己 能够观察我们心里内心的这一些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啊 那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根本啊 然后能够去观察 这个世间 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佛陀说 你要建立奉献和修行的生命方式 就等于是说 我们也要做有行动的这一些的付出 然后呢 也要去观照自己的这样的修行 所以对外对内 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建立奉献跟修行的生命方式 这样子也就是开始做个有智慧的人 就慢慢的就能够 从这样子的一种训练 那在故事里面呢 就最后呢 就提到说 那佛陀这样教导他以后呢 也就是要他能够察觉到世间的生命无常 还有呢 能够在正面线前 思考佛陀的告诫 那这一位 那这位儿子啊 就是故事里面的第二代的儿子啊 那他当时呢 也就是专注 听闻佛陀教导的当下 他就正到了出国 这个就是 他也是非常有福气啊 也是有善根的 所以佛陀的教导 他是针对他的状况 就跟他讲了 能够观察这个生命的变化 他是在老了 所以呢 要为未来的生命做准备 那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生命方式 做个有智慧的人 那他呢 就这样子听的时候呢 他应该也得到佛陀的加持嘛 然后他自己的专注 所以呢 他就察觉到世间生命无常 他就真的是寻着佛陀的教导呢 他应该也会想到 他的父亲啊 是个屠夫啊 然后呢 就在这种 好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呢 就非之不可 然后就在吃这个牛的舌头的时候呢 又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然后呢 就这样子突然就死了 就死于分命啊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经过 他的这种生命过程也慢慢老了 所以他当时的这样子的体会呢 他就正念现前就是他的专注都在当下 就是佛陀的 就是佛陀说的 他都聚精会神的 这样子去听 然后依照佛陀的教导呢 就真正的去体会里面的道理啊 所以呢 他就当下呢 这个老人啊 就证得了出国 那我们在佛教里面呢 就是有看到我们生命的这种内涵 他就有分成四个层次 一个是出国呢 也就是虚脱还果啦 就是入流 也就是 开始看到了真的 佛陀在教导我们说 世间是无常啊 那我们呢 是没有一个我啊 而是一切都是因缘合合的 他就看到了 他就真的去体会 好像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啊 那触到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他自己看到的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慢慢的再深入深入呢 他就更看得清楚啊 就能够再到二国三国四国 主要的也就是说 他又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本身 生命里面的这种贪 撑吃啊 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些的污点啊 然后呢 他也能够断除 所以到了四国 就是欧罗汉国啊 就是把贪生吃烦恼啊 都断除了 那这样子呢 一个生命的这样子的内涵啊 他就完全是清净的 所以佛陀的教导啊 就好像是一针见血啊 他能够让我们啊 就能够启发我们生命的深处 让我们真的能够开发我们生命的智慧啊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 就是法剧 然后对照故事里面的内容呢 那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生命能够奉献跟修行的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一起共勉 那我们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自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